你好啊 我是翁翁 這部影片想要跟大家介紹蹲蹲蹲 翁翁之前就常常玩碰瓷下喉蹲來打冰刃隊伍 但是會需要佔用戰壁 並且非常懼怕當風 又只能打冰刃隊伍 於是就丟回去改良了好幾次 上個賽季因為沒有盾兵寶物 玩了蹲蹲騎 效果不太理想 前陣子看到蒙內的大佬的這個戰報 決定重回蹲蹲蹲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翁翁的頻道 翁翁的頻道主要是在講遊戲相關的心得、經歷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每週二五發布的影片喔 首先 蹲蹲蹲最大的缺點在於他需要盾兵寶物 像這季的挑戰模式會有兩個兵種寶物 或是沒有無槍玩才比較適合玩這隊 好處是最看重紅度的下後蹲 並不是稀有的武將 比較容易滿紅 對隊伍的思路很簡單 曹操不是必要的 可以換施馬、好招、徐楚、徐晃 換施尖雄 可以幫下後蹲增傷 幫自己減傷 戰壁不是必要的 會幫曹操增加兵刃減傷 幫下後蹲增加謀略減傷 但草船或軍民更佳 只是因為翁翁都沒有 也沒有人要用戰壁 所以才拿來用 成甲是必要的 讓全體都能減兵刃傷害 但是會怕火燒 如果不好抓克制的話 可以換成縣陣營 兵蘇是翁翁之前操蒙內大佬用的 但是他有草船 翁翁忘記自己沒有草船 就亂操一頭 可以改帶 炎陣以待 首飾 防備 或者是鐵槳 蠻寵可以讓下後蹲援護 可以多帶個攻擊招 御敵就減傷了 刮骨會讓扣最多血量的 下後蹲可以多扛一些傷害 兵蘇就元祺必攻 立軍眼虛 最後下後蹲 自帶戰法可以反擊 氣鱗可以反擊 魅惑可以控制 兵蘇帶無戰而勝 可以多一點減傷 首飾跟防備比較萬用 也可以帶鐵槳 這隊還是會怕當風 畢竟下後蹲被當風到 援護就失效了 但是不像是之前 碰瓷下後蹲那麼怕 畢竟他是有騰槳 御敵也在蠻寵身上 還有很多的回血手段 整體而言還是一個不錯的隊伍 打飛兵任隊也不見得會輸 最後是戰報的環節 因為這一週的友誼賽只打兩天就結束了 所以戰報不算是很多 但勝率倒是很高 是因為我們烈士所以很少抓克制 很推薦大家在賽季的第10天到20天之間 再決定要不要出這隊 如果是烈士的戰鬥 可以出這隊 因為比較好抓克制 但如果是卡在某桌層次互推 不容易抓克制甚至常常被抓克制 就不建議出這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點個喜歡 覺得影片內容實用 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也歡迎大家來我的Discord粉絲團玩 我是汪汪 下一部影片見囉